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年 海峽两岸检验医学论坛 以旅游医学为主题 举办内容非常丰富的研讨会 我相信对于不仅两岸 将来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 都是许许多多国际人士 乐于前往旅游或者交流投资 或者进行商业旅行的重要的目标 尤其台湾近三年来 在把海峽两岸的关系引导向和平稳定发展 轨道开放直航 大陆观光客来台观光 旅游医学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全球都非常重要 对两岸每年有超过五百万人士的 互相的交流跟参考 旅游医学的重要性可显得更加突出 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岸进行和平稳定发展的交流之后 签署了十五项非常重要的协议 其中有许多都跟两岸的人民扶植密切相关 去年12月21号签署的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对我们医药界和全国的医护人们 乃至于两岸的互相参访旅游的人士 都具有几个平衡 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它是保障健康为首 其中还扩起到传染病的防治 紧急医疗的处理 尤其中医药的发展和医药方面的合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医药学界都是重点 像我们中华民国从1995年 就是民国八十四年 去进行全民建法 这个制度历经十六年的精益求精 特别是去年通过了新二代建法的修法制度 它会更新的结局 那我们还要进一步检验 到底台北台中高雄这几个都会区 医疗资源比较丰富 比较充足之外 其他还有比较偏移的区域 包括东部乃至于里岛 我们如何一边充实必要的医疗资源 一方面进行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 必要的资源跟应对 才能确保包括国人乃至于国际来台观光旅游的人士 他对人身健康的安全 这不是非常重要 当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台湾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这些人士 怎样能够随时获得这个地区的资讯 乃至于获得最周延的造物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各种各地区获有的传染病 在旅游世纪来年之后 是难以避免的 从异地到这个地区来的这个人 怎样能够做好事前的防护 乃至于在必要的时候的厌变作 所以类似这种要出国去旅游 我们要做好最重要的 资讯的了解跟防备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台湾要张开双倍 欢迎全世界到台湾来考察 观光旅游这样的人士 尤其是大陆来台旅游 这个洽商各种合约进行合作的人数非常多 我们怎样不但代客以比 用诚信的服务 来接待来自各地的房客 尤其是在人身的安全上 怎样让他避免染上了传染病 或者在紧急状况 也许心脏 也许脑血管 也许其他的部分 我们怎样在万一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提供给他们最周全最亲切的医疗服务 这都是我们代客之道当中不能忽略的地方 谢谢我们所有的医事的人 我都要表达诚挚的感谢 因为国人的健康 还有旅客们来台湾的健康 跟生命的安全 都要靠大家来保障 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一切圆满 谢谢